嗨,早上好呀,来看看我妈今天想吃的啥 哦,想让我给她做个菜花吃 那就做一个我在饭店经常点的干点自然菜花吧 走,做饭去 把菜花切成小朵 用清水洗干净 加点盐浸泡上一会儿 菜花切得细一点呀,更无味儿 干呢,也可以留得长一点,会更脆 锅中收开水,把菜花放进去 焯上一分钟左右 然后立刻过冷水沥干水分 这样可以保持口感的脆嫩 准备红辣椒和小葱切段 大蒜切片,姜剁成姜末 锅中呢,放点油,烧至五成热,来炒花椒和八角 再放入姜,蒜或红干椒,小火炒出香味 这里要注意复活的油温,不要把配料炒糊了 紧接着赶把菜花放进去 淋上生抽,炒到菜花上色了,用大火快速的翻炒两分钟左右 等菜花边炒到焦黄色的时候呢,再加入盐和糖 冲段快速炒匀 食盐呢,一定要等到花菜断中之后再放,以免流下汤汁 最后出锅前再撒上紫然 紫然呀,是点睛之笔 与菜花的清甜碰碰如何,这滋味啊,妙不可言 一道香辣下饭,超级美味的干扁自然菜花就做好了 嗯,这也太好吃了 我真的很有做饭天赋,我妈太有口福了 嗯,妈回来的,我们要去吃饭啦,明天见,拜拜